RxOS是一个用勾语言开发的云顿桌面作业系统 因为这个原因,所以RxOS可以在很多不同的平台上执行 包括Windows、Mac、Linux甚至Android也是可以的 一般来讲,我们都是建议用Linux或者是Windows的主机来架设RxOS系统 RxOS系统里面分为三大部分 RxOS主系统、WebApp跟Sub Service 在这个影片里面,我会简单的介绍 怎样在Windows、Linux跟苏美派上面安装RxOS的主系统 这样我们从最简单的苏美派平台开始吧 首先,你要先在苏美派上安装好Raspberry Pi OS 之后帮苏美派接上电源 在它完成启动以后,透过SX进入系统 输入以下的指令 等它跑完以后,你的RxOS系统就安装完成了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,这个方法只会安装最基本的RxOS系统 如果你需要OTA更新功能的话 你也会需要安装一个叫做Launcher的原体 你可以透过以下的指令,来下载Launcher到RxOS的根目录 然后更改Start.sh的内容,改以Launcher来启动RxOS 这样子的话,你的RxOS设定里面就会出现OTA更新的页面 RxOS在Linux上面的安装方法跟苏美派的安装方法是一样的 在Wi-Fi控制上可用装有WA Sublogan或NMCLI的Debian或Ubuntu系统 至于Windows平台就更简单了 你只需要去RxOS的Github Release那边 下载RxOSWindowsAMD64的exe档案跟web.ta.gzip 放在同一个资料夹下并启动exe档就可以用了 在安装完成之后,打开你的浏览器 开启Localhost 8080 你只可以看到RxOS系统的初次启动界面 按画面上的指示,启动你的管理员账户 之后再使用管理员账户登入RxOS系统 你就会进入到RxOS的网页桌面 到这里之后你的RxOS系统就可以用了 下一集,我会简单的讲解一下 怎么样去用RxOS系统的基本功能